Hello大家好我是Lu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是年度彩妆爱用 最主要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2022年以来我最爱用的一些彩妆单品 大家如果翻去年的视频 可能有一些东西都是重复的 如果是好用 然后也是属于我自己喜欢的风格的话呢 我就比较想要把它继续使用下去 用到空瓶以后再去买新的 那今天可能有很多单品 跟去年的爱用会有一些重复的 但是呢也有添加一些新的 比方说像眼影的部分 还有口红的部分 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化妆刷 其实我觉得化妆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视频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所有带的配饰都是来自于Anna Luisa的 我这次选的几个首饰呢 应该算是他们家的新品 左边这个是金色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它是有一点像这种水滴的形状 还有包括右手边的这个 这是两个分开的戒指 一个是这种银色的 一个是金色的 就是它是有弧度的 像波浪线条一样 粗细是不一样的 所以非常的有层次感 再加上它这个金色和银色的搭配 就一般来说可能戴首饰的时候 会想比较统一一点 就是全部的金或者是全银 但是像这样的金色和银色的搭配 就是非常的有层次感 然后很有个性 因为它这次的这个金色呢 是它为了去配合这个银色呢 它做的浅金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包括今天戴的这一对耳环也是 像这种设计比较简洁 比较有质感 其实会比较经久耐看 不容易过时 就是哪怕过了很多年以后 拿出来看还是觉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越简单的设计 越精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几套首饰 包括耳环还有戒指 我都觉得很有George Jensen 他们家这种感觉 非常有质感 然后线条感比较强的 像这种高铃萌衣 然后搭配它这个短的项链 会让整个穿搭呢 看上去也不会那么无聊 会更加有个性一点 然后也会增加一些精致感 然后这个项链 其实它还有一个是绿色的 其实这个项链跟那个绿色的是一套 这里面是一根绿色的 其实这个绿色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如果是夏天的时候 搭配这种低领的话 但是我觉得今天高领的话 可能放一个这个短的出来 会显得更加的精致一些 那今天视频播出的时候 刚好也是情人节 那我也有礼物准备给大家 那参与方式呢 非常简单 大家只需要在留言区任意的留言 会抽出一名小伙伴 送出安娜瑞萨他们家首饰 作为我送给大家的情人节礼物 那彩妆部分呢 我尽量就是按照我平时化妆的顺序 妆前乳的部分呢 我还是用我当天会用的防晒霜 我觉得就够用了 我没有专门的去用一个妆前乳 那粉底液的部分呢 我今年还是在用的是 这个Chanel的金砖粉底液 然后这瓶是40毫升的 这是我现在唯一有在用的一瓶粉底液 感觉好像应该是快被我用完半瓶了 它的质地非常的润 在脸上涂开了以后呢 粉感不会很重 我觉得跟皮肤贴合程度还是挺高的 非常的滋润 觉得它可能会比较适合中性肤质 甚至是偏干的皮肤都还挺适合的 涂完以后的妆感呢 也是非常的自然的 然后非常的贴合皮肤 就是很像你自己的麻生好皮的一个感觉 它的一个遮瑕力度的话呢 我是觉得是属于中等吧 但是呢 它会让你的肤质看起来就是很细腻 然后有一点淡淡的光泽感 看不出来粉感 就不会让人觉得说 你好像就是涂了粉底液 妆感很重的一个感觉 非常非常的细腻 很贴合皮肤 就哪怕是带妆一整天下来以后 皮肤状态也很好 没有非常明显的氧化呀 或者说浮粉的情况 买的时候是配有一个这样的刷子的 这个刷子其实还挺好用的 我一开始有用 但是我觉得刷子还是会有一些 这种粉痕的痕迹 所以最近呢 我用的都是这种美妆蛋 用美妆蛋上妆的话 会更加持久 会更加的贴合皮肤 然后同时呢 也不会失去这个粉底液 给皮肤带来的这个光泽感 然后我今天的眼妆 也是用了这个 Tom Ford这款眼影 它是35号 Rose Toe Pads 这款眼影呢 其实它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偏大地色系 然后有一点点冷色调 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很冷很灰的感觉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偏中性吧 而且它也有打底色 加深色 提亮色 还有亮片 然后这个亮片也非常的好看 这一盘呢 你可以画出很清淡的这种白开水妆 好像就是看不出来你有画的妆 或者呢 你也可以加上这个深的颜色 加深以后 你也可以画出烟熏妆 然后我的画法呢 就是我先用这个粉色 去打满整个眼窝 最深的这个颜色 在眼尾加深 这个颜色可能会比较难用一些 就如果你想要化淡妆的话 就一定要小心用少一点 我觉得跟化妆工具很有关系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化妆刷 再用这个香槟色整个提亮眼窝 最后在眼皮中间用这个亮片色 这个亮片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的光泽是那种很细腻的香槟精 它虽然很闪 但它又闪得很低调 让人不会觉得就是很浮夸的一种感觉 哪怕是比较成熟的风格呀 或者说想要低调一点它也可以做得到 它整个妆感出来其实比较偏清冷一点 美得很不用力的那种感觉 四个颜色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我就觉得没有任何一个颜色是浪费的 所以这点我还挺喜欢的 再加上它里面本来配有的这个小刷子 可能不是最好用的 但是我是觉得旅行的时候 旅游外出的时候也是够用了 再加上这样一盒 外出也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呢我非常喜欢 但是呢我觉得用它的时候刷子很重要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用这个眼影的时候 我最常用的四把刷子 亮片色我都是用手指上的 我会觉得可以更好的控制位置 Bingos的这个刷子 然后我用的这个是17号 这个刷子是我化眼妆用的第一个刷子 我会用它上这个粉色的先打满整个眼窝 这个刷子就比较适合去化整个铺满眼窝的颜色 它还刷得非常的均匀 然后刷得也很细 不会让颜色一块一块的 然后我会用Sonia G的这一款mini booster 这个刷子也是我很多年以前买的 然后这个呢去沾用这种眼尾加深的这个深色 只要稍微点一下 我会用它来加深眼窝 还有眼尾的部分 然后它刚好就是在双眼皮的地方 它这个大小也刚好合适 就在双眼皮中间的这个地方去扫开 然后它又可以扫得很均匀 最后是这个Sonia G的 因为它这个刷头比较扁平一点 我就会用它来用这个眼线色 用眼线液笔画完之后呢 再用眼影粉去盖一层之后 我会觉得会更加自然一些 SIGMA的这个E25 这个是一个blending brush 就是最后我会用它在整个眼窝外面一圈 去这样把它扫开 这样让整个眼妆会更加干净一点 所以这四把刷子呢 是我在化眼妆的时候 就是用的比较多的 眼线部分呢 最爱用的还是K网D的这款tattoo liner 这么多年以来都非常喜欢用的一个眼线笔 就在Sephora打折的时候 我是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套装 有黑色和咖啡色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用的是咖啡色 因为它这个咖啡色是属于非常的自然 然后它也很防水 再加上呢 它这个笔头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细 画眼线的时候可以很精准的画 然后眼线的话呢 我一般只画就是眼尾最后一点点 哪怕你手会抖的话呢 用它也不用弹 因为它可以很精准的 把你画出一根很细的眼线 所以你可以之后再去加深啊 或改形状什么都非常方便 再加上呢 它持妆力又很久 又很防水 然后这咖啡色我觉得也很自然 所以这个眼线是我最喜欢 也是最推荐的一个眼线笔 睫毛夹呢 其实我今年还是用了 这个Sera的这一款 这款睫毛夹 我是用了很多年吧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话呢 也可以推荐给我 Kiss Me的这款睫毛打底呢 我是觉得它超级的神奇 就用它的话呢 睫毛可以非常的卷翘一整天 而且它这个刷头也是小小细细的 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睫毛打底 对我来说是非常必备的 可能比睫毛膏都还要重要 就睫毛膏我可以乱买其他的牌子 但是睫毛打底 我必须要买Kiss Me的这个牌子 因为它真的超级的卷翘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让睫毛卷翘一整天的话呢 一定要去买这个睫毛打底 睫毛膏的话 我觉得美宝莲的这款Sky High的话 我就觉得已经非常好用了 然后也是我一直重复回购的 它的刷头非常好用 很多睫毛膏会刷的比较苍蝇腿 或者说结成块 这个睫毛膏呢 还是可以刷出根根分明 很卷翘的睫毛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根根分明 而且它持妆也很久 完全不会晕妆 那眉毛的部分呢 今年其实 去年的时候我去闻了眉毛 现在呢也是完全没有画眉毛的 如果需要的话呢 我可能简单的就用一个这个染眉膏 整个包装都被我给摸平了 这款呢其实是benefit的一个染眉膏 其实现在的状态也是没有画眉毛 只是稍微的用了一下这个染眉膏就可以了 就现在化妆的话会超级省力 省掉了一个画眉毛的时间 然后遮瑕的话呢 我用的是这个It Cosmetics的这个 Bye Bye Under Eye 这款的话呢 真的用了超级的久 我估计这款就是等我粉底液用完了以后 这遮瑕膏都还没有用完 因为这个真的每次用量只需要一点点 最主要是用来遮我下面的这个黑眼圈 它的遮瑕能力真的超级超级的高 甚至有时候 就是可能我不想化全妆的时候 我只想稍微遮下黑眼圈 我就单独用它 但是这个黑眼圈的话 大家要注意就千万不要把整个下眼窝都遮住 我会觉得很奇怪 会只遮下面的这一边 黑眼圈比较明显的地方 然后会比较尽量避开这个眼袋的地方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自然一些 所以很多时候外出的时候 我就简单带一个这个遮瑕膏 然后遮了一下黑眼圈的部分 那腮红的部分呢 还是这个Laura Masir的这款Chai 这个腮红呢 也是去年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使用的痕迹 这个颜色呢 是非常非常温柔的 淡淡的这种玫瑰粉色 就很像是皮肤透露出来 这种淡淡的粉色 然后也非常的不调肤色 非常的提气色 很自然 而且这个颜色也很百搭 跟不同的这种口红的颜色呀 或者说眼影的颜色都非常的百搭 会感觉整个人的气色啊 元气就开心很多 就会好很多 Westman Artier 他们家膏状的这个腮红 还有高光以及阴影 我觉得他们家腮红 后来觉得好像显色度没有很高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高光 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那种水光感 就波光淋漓的感觉 浮上去也非常的自然 今年旅游的时候呢 也很爱戴他们家这个彩妆 因为戴起来比较方便 口红的部分呢 其实今年是买了两支Dewire的 这两个包装 一个是这个光面的 一个是雾面的 今年涂的是这个光面的 滋润力度会比较高 然后有一点光泽 就是那种断面的感觉 我今天用的这个色号呢 是869号草莓红的感觉 这个颜色其实涂完以后 会让人觉得更加有元气 更活泼的一个感觉 然后很好接近的一个感觉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 它颜色太浓的话 也可以薄涂 自然力度超级高 就是哪怕是你的嘴唇状态 比较拔干脱皮的话呢 也完全可以用 那雾面的这一款呢 它相对来说 就会更加的持久 这个颜色是558 会更加的温柔吧 它的颜色呢 就有点像干枯玫瑰的颜色 更加的知性 更加稳重一点的感觉 它的持久力就超级的强 就是可以带着它去吃饭 都不怕它会脱妆的 这个颜色呢 是属于比较温柔的 然后也不挑人 总体上来说 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百搭的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年的一个 彩妆年度爱用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 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你还喜欢 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 还有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有 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点击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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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